Hello 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到HK2 又是我阿榮 今天這一集都會是承接上個星期的 HTML 和 CSS 的教學 如果未看過就快點點擊畫面的這裡 我把連結放在這裡給大家看 再去上一集 上一集有一個 source 再用上一集的 source 繼續做下去 現在就看看完成作品 上一集就做了一個簡單的 HTML 頁面 今集就會做一個小小的 CSS 動畫 OK 那我們就開始了 一般在網站上我們要做一些動畫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一些觸發點 一些 trigger 可能是 mouse over 可能是 click 可能是 mouse 即是老鼠移走了 或者是打任何 key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trigger 我們今天就會用一個 mouse over 的 trigger 這個就只需要 CSS 就做到 就不需要用到 JavaScript 了 我們就打開個 file 先 我們去 index.shmail 我們今天的設計就是這樣 我們首先要把卡這個卡 我們就希望當我們 mouse over 的時候 就會改變了裡面的 CSS 即是它的 attribute 即它的 appearance 是怎樣 OK 那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首先呢 如果大家可以用 bucket 就可以在卡上 按 E 就打開 quick edit 我們就可以打開 quick edit 如果不然就直接打開 style.css 可以的話 支那說卡, и car 仲底下文是用 こhover hover hover 這個意思就是 指 Mount over 旋 ik這개 earn 這個 Case, 呢 去取並其中有 suf 50% OK, save 了 好,那我回來了 我現在就會變成 圓邊了,當我 mouse over 的時候 OK,那就可以透過這些 選擇性的 selecter 那就可以 做到一些 模樣的轉換 但現在 COME IN SUMMING的字就阻止了我們 所以就不可以變成一個正圓形 所以我希望當 mouse over 的時候 拔走它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再選擇 CARD HOVER 的時候 裡面的 H1 我們又再設定一些東西 我們先關上它 現在看看環境 就是卡裡面 我們有一個 image img tag,接著有一個 h1 tag 我就希望當 當 mouse over 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我就把裡面的 h1 隱藏了它 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 H1 這裡呢 Edit 我要幫它找回 CSS 裡面 DOTCARD HOVER OK 那我們就可以說 在 CSS 裡面 如何把裡面的東西隱藏呢 就是 Display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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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再看看 這樣呢 我們就已經很快 就已經做了一個 少少的 轉換場景了 但是呢 現在就沒有任何 animation 你看到呢 很生眼地轉走的 那麼在 CSS 裡面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現在呢 我們呢 就只需要在 Card Card 這個Cast 即我直接打開 Style CSS 好 我們在Card 這裡 我們就可以說 記得每一行這些之後 都要打回分號 那我告訴你 這一行已經完成了 那麼我們呢 在 CSS 裡面 就叫做 Transition Transition 我們可以切掉很多東西的 例如我現在改變了 Boulder Radius 是不是 這裡下面 Hover的時候 我們Copy Boulder Radius 接著呢 我們就說 它要 Animate多久呢 例如是 0.5秒 0.5Messing OK Save出去 那你現在看到呢 我們的動畫呢 就已經出現了 第一個動畫 這樣我們就不夠 太快了 不太慢了 我們就只需要0.2 OK 好 很快這樣 縮起來而已 你的Transition 是可以多過一個的 我好簡單地講解一下 Transition這個 它是怎樣的 首先呢 第一個 就是Transition是怎樣的 例如是 我現在就是Boulder Radius 後面呢 就是Duration 需要多少時間呢 然後呢 我們就有 Is In Is Out 例如是 Is In OK 或者是 Is Out 或者是 Is In Out 也有的 接著呢 我們就有一個叫Delay的功能 就是0.2 例如是1秒 你現在看到呢 我們所有的動畫呢 應該說這個Boulder Radius 這個動畫呢 就會遲了1秒之後才會發生 透過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東西了 例如是 我們可以做一些複雜一點的Animation 例如是 當它Hover的時候 我還需要把Backlard 變成 什麼呢 變成 RGB G RGB A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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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就是全白色的透明 這個 就是全白色的透明 就是全白色的透明 這個 OK 好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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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我們給少許時間 1秒 East Out 然後我們要delay幾久呢 這個要delay0.5秒 給多一點空白時間 上面我們就不需要了 我們save它來看看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做到 比較複雜的動畫 透過不同的delay 你可以一直這樣設定 但前提是 CSS做動畫 大部分的 我們看到的這些text 都可以寫進動畫 但不是所有 都很 在效能上面 有優化的 一般我們會用的 就是 因為一般的browser 或者現代的browser HTML5的browser 只有兩款的 我們這些 可以用GPU來 render 所以我們多數都會用那兩款 其實其他的 其實是會消耗資源的 所以如果我們做很多個 很多個 我會示範給大家看 就會馬上折機 即不是折機 網集的 Animation就會不順暢 OK 通常就是 Opacity 就是 Opacity 透明度 0 是全透明 1 就是 看得到 我們可以說 Opacity save 這樣就會變透明 Opacity 是用GPU來 render 所以 就 不會浪費這麼多 CPU的資源 也都會 因為它只會動畫 優化 會快一點 除了Opacity之外 就是 Transition Sorry Transformer Transformer裡面 有很多 不同的 工具 我就不會逐個逐個介紹 今天我們會用 Rotate的工具 Rotate有很多款 它有XY儀式 我們會Rotate Y Rotate 1440Deg Deg 4Deg 好 我們就可以畫 再來 在Transition 再打多項 Transform 我也要 維持1秒 1X 1X East 然後 它會延續多久呢? 0.5秒 它會延續0.5秒 然後它會延續1秒 我們就把它變成 延續1.5秒 1.5秒 OK 我們就 全透明 我們看不到 所以我把Opacity 改成0.5秒 Save 看看 首先 原角 然後半透明 然後轉圈 OK 好 這樣 我們就可以一路一路寫下去 但是這樣寫 就很免得失事 也很難重用 這些code 第一課 我們都說過 當我們做任何programming的時候 我們希望 可以重用的code 我們會盡量重用 所以呢 我們就會用 HTML5的功能 就是Animation 我們現在有一個Animation 我們就可以畫一個名字 例如是 叫做Flip F-L-I-P 接著呢 我們就畫 這個Flip 我們要走1秒 OK 接著要走幾次 我們先讓它走一次 OK 現在呢 如果你這樣Save了 就不會發生任何事 OK OK Sorry 我們要在Hover的時候走 這段曲 我們就Hover的時候走 這段曲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 後面這些Opacity Transform 這些比較複雜的Animation 或者我想再做得再複雜一些 因為現在呢 你看到都是一些 所謂線性的Animation 就是說 有一點 有0 去到100 我不可能 有0 去到100 我們可以再做複雜一點 我們就需要用Animation 這個 我們就 我現在寫了 我們現在有Animation 我們就說 我們用Animation Flip 這個 接著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就 把這些多餘的東西 先 delete 剩下一個Boulder Radius 這個也是 我們先 delete多餘的Code 好 接著我們就在下面寫 Add Key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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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告訴CSS 我下面這段 曲呢 就是一個Animation 來的 Frame 開盤好 OK 接著呢 我們就會 我們可以說 0%的時候 是怎樣 100%的時候 是怎樣 我們就 好了 開始 打一打 好 首先是0%的時候 例如是 我們就給個 Transform Transform Rotation 0 DG 接著呢 100 1440 好 save 現在就看到這個效果 現在就看到這個效果 我們這個Animation就會Play 我們來講解 回頭 就是 Hover Animation 這幾個是什麼 Animation 即是告訴 那個browser 我現在要做Animation 用哪一個Animation 即是用哪一個Keyframe 要走多久呢 接著就是行幾次 接著呢 你一樣可以打DELAY 或是East or No 例如是 我可以打 East DELAY 0.5Message 這樣就看到 它會0.5Message之後 才回來了 才轉 接著呢 我可以叫它行十次 可以打到很大的 但是呢 其實它有Infinity 可以打到很大的 但是呢 其實它有Infinity T 2 我穿錯字 等等 穿錯字 它是Infinity Infinity 那我們就可以 好 繼續了 首先 第一件要改改 就是 你看到它Rotate是打橫的 我們希望它是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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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軸轉 現在Rotate本身 應該是 Z軸的 我們首先是 加回Y 即Rotate Ride 好 那就會變成 反 對吧 除了Rotate之外 我們就給它多一個屬性 可以 空格 接著我們就說是 Scale S-A-L-E 0 這次呢 我們就在中間 再加多一個 我們就給它多一個50% OK 我們在Animation 50% 我們Rotate的Degree 就是一半 即是720 然後 它Scale就是 1.5 Sorry Scale 1 Transform Scale 1 如果0的時候 就要Rotate 0度 一樣大小 去到50%的時候 就會Rotate 720度 Sorry Scale 1.5倍 我們來看看 OK 但它現在就會一直 滑下來 將它轉為1 上面這個 就會轉一次 只會走一次 OK 接著呢 我們就再加多一個 我們就可以再畫 嗯 再畫些什麼 我們叫它 再Trans... Translate Y 0 Translate Y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向上下左右移動 Y就是上下軸 垂直這條軸 Translate Y就是上下移動 0 當它50%的時候 我希望它向上移動 即是負 我們負50px 然後它回下來之後 我們就想要它移下來 50px OK OK 就是這樣了 或者我們可以把最後這個呢 變成0 可能會更好看 因為它只是播一次而已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簡單 我們就完成了我們今天的示範作品 其實CSS的Animation 就不是很複雜的 只要好好利用不同的Tracker 和不同的Keyframe 我們就可以做到 不需要任何Logic 即不需要寫任何Java Scrum 我們都可以做到其實複雜的Animation 如果大家對於耳熟教學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者去Facebook 發訊息 或者在我們Facebook Page 或者Facebook Group 告訴我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希望你們會喜歡耳熟教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